嗨朋友们,你们好,又来到了我们的新一期平衡性调整讲屁话的时间 是吧,既然没有什么人在讲,那么我就来了 这次的平衡性调整是2022年22月份的调整 在这次调整中呢,我们可以发现 气球被削弱了,然后相对的有许多对空的牌被加强 你看这个猎人,它的攻击速度增加了11%啊 我们熟悉黄石战战的朋友都知道这个11%是非常大的加强 所以你们的猎人可能会开枪开得跟机关枪一样 然后Hit Speed,哦,等一下 猎人增加的是第一次开枪的那个速度啊 是First Hit Speed,就是它猎人会更快开枪 但是它的攻击速度没有增加 那么下面的这个火枪手,它是攻击速度妥妥地增加了9% 所以我们知道熟悉黄石战战的朋友都知道9%是一个非常大的加强 所以你们的火枪手会射得非常快 非常快,火枪手会变得非常好用 所以火枪手,虽然火枪手被增强了 那么三枪也会被增强 但是我觉得三枪,三枪,嗯,三枪 虽然三个火枪手都增加了9%的攻击速度 但是三枪怕的东西就是火球,大链什么之类的 这些法术在最近几个月,几年都挺常见的 所以三枪一直起不来 倒不是因为三枪有多弱 而是,是吧,世界现在人们都喜欢带一堆法术 然后三枪不好用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地狱塔 地狱塔它这个起手速度加快了25% 你们看这个25%好像很厉害 但是我觉得对于地狱塔来说 起手速度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储星 所以,坦克嘛,它能剪的都剪掉 剪不掉的,像砸毛啊什么之类的 加100%我觉得也没什么用 迷你皮卡,增加6%的速度 攻击速度 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将强 迷你皮卡,它这个6%的速度加下去 我觉得它可以,是吧 可以用来完美,完美一些野猪骑士 之前,之前迷你皮卡的这个 那个攻击速度被削了一下 让它完美的野猪骑士非常困难 但是现在这个会变得比较简单 小皮卡终于可以提高一下上场的几率了 不再是到处都是野蛮人 野蛮人精锐 胖子增加了4%的血量 胖子,你们看这个4%的血量 好像只有一点点 好像没有加一样 但是胖子啊,胖子它可是坦克啊 坦克的4%好像是也有好几百了吧 有一两百可能 反正会让胖子变得非常硬啊 然后它可以,它在很多情况下 往往可以多垂出那么一下 好,我们来看这个气球的重置 那气球它的那个伤害是减了33% 空气速度增加了33% 熟悉我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我是,我个人啊,是非常讨厌气球这张卡牌的 因为它气球,气球一张牌还好 但是它跟,它跟乔夫凑起来 就变得,就变得乔夫球 然后这个卡组非常的烦 像一些比较高端的玩家 它们就会,是吧,一整场五分钟 五分钟一局对局 它们前三分钟,可能前两分钟 它们就会打得非常的自闭啊 非常的,就防守 然后到最后加实赛的时候 就剩你一个不注意 然后瞧步球,瞧头 然后跟一个冰冻 就把你收走 你手也守不住 那么就非常的困难 也许非常难受 是吧 也许官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稍微减弱了一下 稍微啊,降了还挺多的 减了33%的攻击力 但是增加了33%的攻速 所以,是吧 会让气球砸一下塔 变得不那么痛 可以接受 但是呢 相对的,是吧 乔夫球 乔夫球,乔夫死了 会狂暴 增加那个气球的攻击速度 那么气球 狂暴气球的攻击速度 会变得非常的恐怖 是吧 现在已经增加了33%了 再加一个乔夫的 乔夫的狂暴 好像增加20% 是吧 气球会更快 可能就会是吧 跳到你的塔上 然后 上一个冰洞 乔夫死了 然后 你的塔一样也会炸掉 但是呢 第一击 变得不那么痛了 这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点 我不知道一些 气球玩家是怎么想的 其次呢 就是王子 这张牌可以跳过 跳过河道 可以跳河 但是相对的呢 他们的血量 被削弱一点 白王削了4% 黑王削了3% 那么 这个点是吧 也许我们以前也有过类似的疑惑 为什么野猪骑士的野猪可以跳河 羊骑士的羊也可以跳河 皇家野猪的猪也可以跳河 为什么王子的马不能跳 那么现在官方终于 哇天哪 他也想了这个问题 然后说 为什么小马不能跳呢 那么就让他跳起来吧 就这样子 是吧 然后呢 我个人觉得 对黑王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加强 因为黑王手气 它是个范围攻击 就可以用它 把它用起来 就可以像那个幽灵一样 直接过河 然后敲一下 敲对手术的小骷髅 或者 小兵 小痘痘之类的 是吧 就像幽灵可以直接过河 黑王也可以跳过河 再加上他有盾 然后可以冲锋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加强 就比如说你玩雷努的话 是吧 一般雷努玩家 会在中间立一个电磁塔 然后是吧 你要是以前的黑王 你得绕个路 然后冲过去 然后被对手的滚木打断 然后小骷髅 然后你的黑王打不出伤害 那现在 你可以用黑王直接跳过河 给拆对手的电塔 那么你们可能会觉得 哇 那白王也是增强 对不对 不是的 就拿我们刚才的比方 再举一次吧 就比如说 对手立了一个电塔 你想用白王去拆对手的电塔 你拆不掉了 因为是吧 联动玩家有一堆小骷髅 我小兵滚木 你一个白王跳过去 被对手白吃 那么黑王为什么可以 因为黑王可以 是吧 一拍三个小骷髅 如果对手失误的话 是吧 对手需要非常集中精神的去 围这个黑王 这个会吃对手的精力 但是白王就不用 白王直接随手下个小骷髅 白吃掉 然后我想你们应该懂 这个对白王不是一个什么好事 但是对黑王 是一个 是尸体的 大加强 黑王有这个盾 他也不觉得 这个3%的血量很重要 黑王加强 白王大削弱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些 看削弱的部分 攻击女皇 move speed during ability 是 女皇开技能之后 隐身的时间 她的移动速度会变慢 这个削弱 我觉得只是 稍微削了一点点 女皇该强还是得强 是吧 你可以等女皇走到塔之后 再开技能 那这个削弱就跟没有一样 但是呢 但是呢 可以 现在女皇会比较好防 给你们讲一个技巧 就是女皇 走到塔前 开那个开技能的时候 你可以砸一个火球 或者载个血球 或者滚木骨银骨 这样子 女皇需要再走到 她的攻击范围之内 才能射塔 所以 现在她的速度 减慢了之后 所以 代表着 女皇会比较好防 希望你们听懂 你们能听懂 我想表达什么 然后 金甲骑士 金甲骑士 她的技能冷却 冷却时间 加长了 然后 她的 冲刺距离 削弱了一点点 那么 我觉得该学 我觉得这个 金甲骑士 有点 有点太强了 有时候 她就是开进的 然后 一波冲进去 你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她就是冲进去了 然后 这时候塔就大了 你的塔就炸了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 非常玄学 非常 曼妙无穷的张牌 然后 把官方把它削一削 是吧 让它变得 更加有 操作性 更加 更加 需要技术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不能再让别人 无脑这么开 虽然我觉得 铝黄的技能 也可以学一学 但是呢 官方决定 先只学一下 她的移动速度 那么就 看下接下来了 然后 皇家野猪 伤害 已经3% 那么 我觉得 皇家野猪 又要被人 吓回到了 因为 像上一次 上一次 我记得 皇家野猪 增强的时候 是因为 根本就没有人用 所以增强了 她的攻击力 现在又给她 削回去 她肯定也没有 因为 皇家野猪 是4只猪 然后4只猪 都削3% 所以我觉得 是一个 削非常多的 一个伤害 你别看 只是3% 但是皇家猪 有4只 是吧 4只的3% 削下去 那么 削的还蛮多的 然后最后一个是 杨琪 是 她的 不能对 召唤 召唤物的 召唤速度 取消 我觉得这个东西 有没有 都差不多 也许有人不知道 这个召唤速度 是什么 是什么概念 就是 女巫 或者 暗夜女巫 召唤 那个 小蝙蝠 或者 小骷髅 都实际 有时候被 杨琪 是锁到 它会 召唤的比较慢 然后就 非常奇怪 我觉得是一个bug 然后被修复了 这个对杨琪 其实没什么影响 那么 之前我们提到了 这次更新 增加了 增强了很多 对空的单位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据我所知 在这个 评论器 刚调整的时候 游戏里面 出现了一张 新的天狗 这个天狗 虽然也是叫 熔岩猎犬 但是它的图标 或者和费用 和一般的天狗 有点不一样 它好像 好像更强一点 费用更高 但是呢 官方已经把它 消除掉了 我觉得 我推议色 可能是天狗重做 天狗重做 或者是一张新卡牌 但是呢 我更偏向于 天狗重做 具体是 这个新的天狗 有什么 有什么作用呢 有一些流出的片 有一些 泄露出的片段 可以看一下 但是呢 并不代表 最终 最终会是 什么样的一个调整 然后再来 再来 再来